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动西安事变的男主角 他被蒋介石扣留从38岁关到83岁在台湾 可是因此阳差的是 大家以为他会被蒋介石整死 结果没有 蒋介石死在他前面 蒋介石的儿子也死在他前面 蒋介石的孙子也死在他前面 张学良活了一百岁 所以他有这么大的长寿的本领 能够老眼看到他的敌人死去 虽然在精神上面 他未必再把蒋介石当敌人来看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态有所改变 怎么改变呢 就是他得了叫斯德哥尔摩镇后群 什么叫做斯德哥尔摩镇后群 就是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地方 一个银行 一个强盗进去 抢了这个银行 然后呢 裹挟了一个银行的女职员 带着他作为营制 然后跑掉了 就是实力警察开枪不好开 抓我也不方便 结果这个女孩子 在被迫的跟这个强盗 浪迹天涯 天涯海角这样跑的时候 居然爱上了这个强盗 然后呢 就跟着这个强盗 等于干同样的事情 就是认同了这个强盗 这个在心理学上 叫做斯德哥尔摩镇后群 就是当你被一个力量 长时期的压迫 时好 久了久了 久了久之 你会不小心的 或者不自觉的 对你压迫你的势力认同 你对这个音量认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张学良被蒋介石 从38岁关到83岁 当蒋介石死掉了 张学良到了美国去的时候 他迟迟没有回到东北的家乡 没有回到内地 他的心理感觉是很复杂的 当然一个感觉是 项羽的感觉 就是一面见江东父老 当年带来弄这个东北军 从东北出来 最后918事件的时候 自己的家乡被日本人占去 自己被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罪名 最后 东北 他追求他的人 一个一个死掉了 他自己回到80岁 回到90岁 回到100岁 别人都死光了 他觉得好像都落点回去了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可是巨罗研判的结果 他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镇后群 斯德哥尔摩镇后群 大家如果看英国的 迪更斯的那个小说 叫做双城记 那个老秋算 老秋算 他后来放出来的时候 都能睡觉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门呢 他们房门呢 外面没有锁 没有 外面门没有锁住 他里面都能睡觉 换句话说呢 他坐秋算坐得太久了 因为要有这种秋算的习惯 你要把我关起来 外面门锁 尖利的门是开的锁住在外面 不是在里面 在里面就跑掉了 对不对 外面把他锁起来 所以这个双屏机里面的老秋算 外面门不锁 他不能睡觉 这就是一个反应 就是高 坐脚坐得太久的时候 心理上面这些故障 请大家看 当年张学良为了中国统一 他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完成了中国统一 的时候 一些照片 这是张学良 年轻的时候 张学良 我们再看 这是张学良 这是在东北军时代的服装 张学良 张少帅 这是 也是张学良 张学良 这是蒋介石和张学良 这就是张学良 这张照片是1929年照的 我们再看 这是一个基本的照片 张学良 张少帅 这也是张学良 这也是张学良 满身的群张 在这样挂的挂在背后去了 这个张学良 注意啊 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 蒋介石当时也是三颗星 他是三颗星 这是张学良 在这个 东北军的 在这个时候啊 大家注意 这种日本式的帽子啊 叫做头戴双年帽啊 两个双年帽啊 腰挂合字炮啊 这种手枪 腰挂合字炮啊 后脑勺子是护照啊 后脑勺子 东北人是个硬炕 硬军床 所以脑后面的要平啊 一看到他 用东北人的 后脑勺子是护照 妈了巴子是免票 东北人讲粗话 当他们东北军 进了北军的时候 坐车 不买票 你现在要票 他妈 看电影 看电影 不买票 你现在要票 他就挂了巴子 所以叫做这个 头戴双年帽 腰挂合字炮 后脑勺子是护照 妈了巴子是免票 这在东北人那个 当时的 后来这就是 一本人进了东北 东北军 离开了东北 然后我们山下官 后来也堵掉了 天下第一官 也堵掉了 当时在19930年 胡适一封信 日记里面 谈到了 他说他写了一封信 给张汉清 给张学良 看到没有 清理有大意义说 他的机会太好 责任太大 不可不存 不可不存 谨慎之心 要谨慎 不可不把一些 根本的问题 细细的 仇利过 这是 劝张学良 因为 张学良 有很多的错误会发生 这是张学良 张学良 我跟大家说过 为什么中国 对到了东北 东北当时有军力 为什么对到了 因为讲究是一个根本政策 就是怕日本人 不要跟日本人冲突 可是 东北离日本太近了 所以很容易发生冲突 东北是块肥肉 日本人当然打东北的主力 这时候 东北比台湾大36倍 连台湾日本人都感兴趣 何况东北呢 东北的 都没有复数 大家是不是知道 中国的土地资源 经过两千年 三千年的开墾以后 土壤的肥料 都不够了 可是都没有的土地 那些地都是黑人寿的 为什么 不要施肥 土壤 土壤是非常的好的 原始的土壤 日本人打东北的主意 后来在1931年 9月18号 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今天 很多国民党的历史家 国民党的运用为人 宣传 说张学良是被抵抗将军 丢到了东北 请大家看一件秘密文件 这是张学良 打的一个机密电报 看到没有 是9月19号 9月18 9月18 第二天 打的秘密电报 打什么呢 他说 看到没有 是这种电报里面说 他们开始向我们 日本人向我们北大营驻军 他们实行攻击 我军 看到没有 我们军用的 报 报什么呢 报 不抵抗 主意 逆逼 进至 侵入 我们的营房 看到没有 请问 报一个 还放回来烧 不答应 我军 报 不抵抗主意 请问哪来的不抵抗主义啊 你张学良给中央的这个秘密电报里面 你说我们是军人 是保卫领土的 守土有责 怎么可以把土地追了以后 然后向中央报告 说是我们保对不抵抗主义 你怎么可以不抵抗呢 原来不抵抗主义是中央的决策 所以才这句话里 我们才看起来 原来是中央的决策 我遵照你中央的决策 不抵抗主义 所以我不能够跟日本人打 所以我丢掉了东北 所以叫张学良来背这个黑锅 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 可是讲这些事情就这样大 张学良就背了黑锅 当时在广西 当然广西派跟蒋介石他们不太和 当时广西派的广西大学的校长 叫做马军武 这个叫马军武 他还是胡适的老师 过去的讲中央山的总统府的秘书长 他是一个老革命党 他就写了一首诗 叫做爱沈阳 对沈阳 对爱爱沈阳两首诗 是仿照了唐朝的李商隐的 李一山的这个北齐体 就马军武 他写的 他说 赵斯风流 诸武狂 翩翩蝴蝶 罪当行 温柔相识 英雄种 哪管东师 入沈阳 告急军书 叶旦来 开场 玄管 又相参 沈阳一线 修回故 更到家人 无己怀 赵斯是 张学阳的女朋友 赵斯 赵斯风流 周武也是张学阳的女朋友 周武狂 翩翩蝴蝶 蝴蝶是当时的代言明星 叫蝴蝶 郑当行 也是得宠的 温柔相识 英雄种 英雄的神 就是女人的怀里 哪管日本的军队 入沈阳 从阳军 军情告急 告急军军一夜半来 开场旋转 又宣传 在跳舞吗 所以我们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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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器还在弹奏 所以我们在跳舞 沈阳一线 修回故 不要再看了 干什么 更到家人 吴己怀 家人包括 赵斯 曾如 蝴蝶 蝴蝶水 蝴蝶就是他 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电影明星 叫蝴蝶 大家看 就是他 这是蝴蝶 蝴蝶年老的时候 在台湾写着一本回忆录 他说 我这弟子 从来没有见过张学亮 我不用是他 我不用他 怎么跟他一起跳舞呢 怎么样在九一八 九一八的 跟他眼上跳舞呢 怎么在日本人 在打沈阳的时候 我在北京 跟张绍帅跳舞呢 没有这个事情 可是妙妙在哪里呢 就是当马俊武 写这首诗的时候 赵斯丰 由中武狂 偏偏蝴蝶 对当行的时候 这位大名鼎鼎的 这位明星 蝴蝶 当时他不成亲 当时他不说 他不认识张学亮 并且当时 他还很得意 为什么呢 我跟张绍帅一起跳舞啊 他有名 我也有名啊 我们两个人 再加在一起 不是相加的效果 而是相成的效果 加减成竹 成成的效果 他不否认 所以张学亮呢 就更多的黑锅 就照 大家想到没有 他老了以后 才否认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看到 当一个人 领域变坏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怎么样解释 都没有用 尤其跟武明扯在一起 这个武明呢 他不否认 他老了以后 再听你成亲 那个时候 你已经 一个抽把桶杆子 他就抱在头顶上了 什么抽把桶杆子啊 就是 国家乱的时候 日本侵略动作 李张学亮 跳舞 那天晚上 你在跳舞 你是这样子 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 我们才知道 这个真相 是这么来的 当时张学亮 身边有一个 等于是副官 他的名字 叫做何世里 这个就是 以后何世里的照片 大家对于 这是宗将 何世里将军 长得有点外国人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爸爸是混血 他的爸爸 这是何世里 他的爸爸 文胡子这个 叫何东爵士 何东爵士 何东是 英国人在香港 所封的 第一个爵士 是最看得起的 这么一个 中国跟英国的混血 家里非常有钱 香港的一条街 都是他们的 当时 918天晚上 张学良请何东爵士 看戏 何东的儿子 何世里将军 就是张学良的副官 看戏的时候 忽然 有张学良的副官跑来 在张学良的耳边 去咕咕讲话 张学良就 等他一下 过了一会儿 又有人来过来 跟张学良讲话 张学良呢 就向他的客人 打招呼 说我要出去一下 就出去了 结果那一出 什么戏 还在演 这个客人还在看戏 一直到戏演完 这个主人张学良 都没有再回来 这个香港的何东爵士 非常的不高兴 觉得自己不孤雾了 张学良请他看戏 这个主人 叼了 主人 开小差了 主人再也不回来了 他自己坐在那里看戏 他都看着他 这戏就点完了 自己回家 都难看了 所以 非常的不谅解 后来才知道 那天晚上 就是 918事件 918事件 张学良必须当场离开 去解决这个困难 所以 赶不回来了 所以 当天晚上的张学良 干什么 去处理 918事件的公务 当天晚上 既没有抱着招式 也没有抱着祝务 没有抱着风流的招式 也没有抱着 东黄的祝务 也没有抱着 偏偏的蝴蝶 也没有在跳舞 干什么 解决着国家的云南 可是 这首诗啊 这首有名的诗啊 马军武写的这首有名的诗啊 害死了张学良 是他 当时 白口莫变 能够给他变的 好多说 像是这个蝴蝶 也没有给他变 当时的 何东国士 也没办法给他变 重口说句 洗个洗个心 所以当时呢 就发生这个现象 所以呢 我们大家知道 很多事情 很多真相 很多丑闻 有的时候 像一个臭马桶盖子 盖上来的时候 你一时解释不清 这是我常常讲的 为什么诡谤一座严重呢 什么诡谤罪 就是 我一个 对你一个 用一个假的事实 骂了你 误录了你 误录了你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白布 染了色 你去洗洗好了 你再洗 再漂白 还有一些 痕迹在上面 这就是诽谤罪的可怕 这就是张学良 当时的 形象不好的原因 发生了 可是最后 当时是 被这这么大的名人 马英武 写诗来误录他 被这这么大的名人 像蝴蝶 也不为他澄清 所以张学良 怎么会有 好的名义呢 当时 当然 全国都骂他 说他是 不抵抗监军 可是不抵抗了 这个蒋介石的 这个政府的决策 政府的 对日本的 基本国策 也不必然讲出来 为什么呢 叫你吃暗亏 所以给人家印象 就是 你们东北人 日本来的时候 你们不肯抵抗 你看啊 后来 东北的将军 马战山将军 在东北战争以后 在唐日本啊 组织了 东北义勇军啊 我父亲就属于 马战山将军的团队啊 可是马战山将军 为什么一直吃不开 因为 你违反了 国民党政府的 秘密国策 他的国策 是不要抵抗日本人 至少那个时候 不要抵抗日本人 而你 马战山将军 他是张学长的手下 对下 你 忽然 你要组织 东北义勇军 来抵抗日本 你爱国爱得太快了 爱国爱得太早了 爱国爱得不合乎 我蒋介石的 这个洁灯 所以被打压 这是个原因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很多人间的士兵 很多人间的名誉 很多人间的真理 很多人历史的真相 你们要这样子 尊敬 这样子探讨 我们才知道怎么回事 你们要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这么清楚啊 因为 我讲过 这位何东爵士的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何时李将军 恩错阳差 他在香港虽然那么酷 工商时报也属于他 记条街都有一他 可是在台湾 他有一个家 他的家就在我的楼下 所以呢 我跟他一段交情 我知道了全部的真相 这照片也是 在何时李将军这天 得到的 他们家庭的照片 所以我才知道了 这个真相 所以有的时候 张学阳会到 我的楼下 何时李将军家里面吃饭 可是呢 我始终没有见过 张学阳 我今天 把这个真相 挖出来 讲出来 给大家听 告诉大家 了解中国的现代史 是多么难 当大家口口声声 骂了一个人的时候 你另外用一些证据 把他澄清出来 这个证据多么有趣啊 像蝴蝶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啊 他在老了以后 在台湾写回忆录的时候 才肯讲出来真话 当年 他不肯讲 他觉得 我是蝴蝶 我是有名的电影明星 我跟张少帅在一起 我们跳舞 让你们传说好了 他觉得 他是一种享受 这涉及的 明映你的心理 可是 把张学阳就害惨了 所以我们在 现代史里面 知名认识 要用我 聊这种 很细腻的方法 找证据来 再把是非 讲个 一清二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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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